教练你好,我是一名美食爱好者,喜欢西餐,尤其喜欢冲虾面和爆炒黑牛扒,但是西餐的食材处理比较粗糙,需要炒出肉里面的汁水,导致每次做饭时间都特别久,身心很疲惫,我该怎么办? 西餐我也喜欢吃,营养搭配比较均衡,能够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,碳水之类的,冲虾面这类拌面也好,还是爆炒黑牛扒这类纯肉也好,营养都比较丰富,所以我觉得手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 但是从烹饪的角度来说,做饭时间久,容易感觉到疲惫,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,首先是食材,如果食材不新鲜,那肉里面的汁水可能就是人工添加的,不容易炒出来汁,新鲜的牛肉,简单煎一下,基本上就能把里面的水分处理出来。 摘一个是火猴,既然是爆炒,一定要把控时间,直接开猛火,不要像咱们中餐一样,又是小火慢炖,又是大火收汁,直接把煤气罩的功力拉满,很容易就能出锅。 如果在锅里待久了,煤气罩容易烧干,而且肉质也会因为失去汁水,从而变得非常柴。